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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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船的這個地方 我們都留白下來 那這邊會比較複雜一點 這邊會有很多的 有人 所以這邊的部分 稍微先留下來 從天空的地方開始來 然後我先用一點 孤蘭 顏色先來 這邊不管什麼顏色 就先大家做一下 等一下我再上 顏色上去 然後 加一點點,待會石灰進來 加一點點 紅色 紅色 紅色色 讓這邊的顏色稍微灰一點點 船的地方 留下來 然後讓它留下來 讓它留下來 防止電腦等候再來處理它 那比較大片的白 我就先留 其他的部分 我就先畫過去 然後這邊 畫過來 船的下方的這個地方 畫過來 來水 往下 讓它留 來一樣 用我們上次的方式 藍色 用濃一點 噴水 噴水 讓它留下來 噴水讓它留下來 讓它留 讓它先留 先刷一點清水下來 來 底沒有洗乾淨 這邊先做 先做出這樣的感覺 出來 下面還是微微的做一點剛才的顏色 就是 帶維斯灰加一點點紅色色 色彩 接下來 這邊 來 也是做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左右畫 然後 船這邊 下面 下面這邊 稍微深一點點 噢 那個 布斯蘭加進來 噢 加一點點 芡草紅 芡草紅 再一點點 這個船這裡 比較深的地方 來 我們先做第一個層次 船的部分 靠近上面 微微深一點點 好 上面有一些 比較 船圍有一點比較 亂的地方 這個就比較簡單 就隨意畫就好 就好 先把這樣子的感覺 先做出來 在半邊 稍微淡一點 那這個時候 先這樣子的感覺 先做出來 那這時候 船上面會有很多顏色 對不對 來 趕快上 用另外一支筆 做一點其他的顏色上來 譬如說 可黃 加一點珠紅 往下讓它流下來 立起來讓它往下流 船上面有很多的顏色 顏色用濃一點點 直接點上去就好 用很濃喔 因為下面水很多 所以用很濃的顏色 做出來 好 先大致上把船的感覺 做出來 然後接下來 畫到差不多 我們就會 先還是一樣 稍微暫停一下 去畫後面的地方 趁著沒有乾的時候 趕快處理它 有點黑 不如自然加一點點 黑色 其實要比較重點的部分 先處理 這邊噴水讓它流下來 去做一點有那個水噴上去的效果 這樣子 好 背景這邊再來 一個灰的色彩 但是比較偏冷一點點 那個房子的地方 後面房子 上面稍微 再深一點點 這邊 等一下我們靠近這邊噢 重量感會稍微要加重 下來 來 這邊 這邊 這個那個 就是它的駕駛 駕駛艙的部分 好 這邊 我們來畫不同的顏色 因為剛才做了一點點 我們開始 來做一點不同的顏色 順便把這個水做一做 然後 檢測上面噢 用 我們用大一點的筆來處理它就好了 來 黃色 現在 我們現在是粉紅色 不同的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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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的部分我先通通留下來 我先稍微滑過去 把這邊噢 把這邊噢 稍微這樣子處理出來 往上 畫上去 上面蓄掉噢 下面顏色噢 加重 好 好 紅色 好 接下來噢 顏色讓它 倒下來 我先上一點點水噢 做一點水的痕跡 用大筆來噢 比較好做 來水波紋噢 左右搖晃 左右搖晃 搖晃一個底 去做出來 一樣噢 顏色刷下來 好 剛才你的顏色噢 刷下來 左右搖晃一下 左右搖晃一下 噴一點水 讓它融在一起 好 盡量讓它融在一起 這邊 這邊 這邊沒有完全乾噢 我們現在 再接下來做 噢 粉紅色 黃 好 然後我們來修一點點船 好 然後我們來修一點點船 這個部分 就比較深 比較深 把水波紋的地方 做出來 這邊的藍色 比較深一點 忽然 好 它這樣用筷狀筷狀的方式 先把整體的這邊 先處理出來 好 這邊我們繼續 來做 好 床戶齁 稍微做一下 好 好 好 那這邊喔 越乾一點點 我們再來做 好 那個水波紋的感覺 齁 拿出來 紅色的 紅色的 好暗喔 紅色這個地方 等一下我調一下亮度 覺得很暗 這樣好了齁 這樣比較容易彈得出來 好 好 接下來齁 我們就會把 像後面的 房子齁 的細節度齁 你不要去畫太多齁 齁 你不要去畫太多齁 這個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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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的房子的東西齁 我會 處理一下齁 好 船 這邊 齁 再加 齁 目前我用黑色 加藍 齁 開始把船尾的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做出來 這邊 好 這邊我們就放掉 先把它放掉 好 產生這個地方 好 這裡 反射 反射 好 這邊在船的地方齁 好 這是船上面的 這些東西齁 好 然後到前面的地方齁 越加越深齁 再稍微再加重一點點 好 然後到前面的地方齁 最好 好 就要在船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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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都頭昏了 看了都頭昏了齁 其實我也是頭昏 不行 我們越越難的越要挑戰 來這邊齁 那個 建築物的案面的地方齁 拿出來 來 打乾 我那個 方式 給我們射燈齁 好 這個部分齁 把層次感略微做一下就好了齁 窗布 上面 越到下面齁 稍微深一點齁 保護度高 那做出來 然後人 這邊齁 坐幾個人齁 出來 這裡齁 加灰 灰色齁 就那樣的效果 好 那接下來齁 這邊加重 傳生的地方齁 有些地方齁 這個地方 來 加重 出來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沒有完全乾齁 倒影 好 這個 傳的道理 的部分 好 這個 傳的道理 把一些地方伸的點進去 那個船的燈 也是燈嗎?還是廣播? 燈吼! 蛤?兩個黑黑的 青蛙眼 青蛙眼 對!青蛙眼 謝謝! 這個水波紋的部分 稍微做一下 去做 然後這邊 加強它 這半邊 一坨船 這邊噴水 讓它留下來 來 來水波紋 開始做 顏色稍微淡一點 開始把這個波紋 做出來 水 水用多一點 這個效果才會 左右去搖晃 去做 然後這邊 加重一點 然後這裡噢 加一點上面的顏色下來 如果說 有玫瑰色 這邊玫瑰色 你就帶一點玫瑰色進來 趁著沒有乾的時候 帶到它的那個水波紋裡面來 顏色一樣可以用濃一點點 這樣來 黃色 點進來就好 讓它自動去 融合 穿底下這邊噢 夾狀 好 哇 怎麼那麼黑 等一下可以到前面來看 因為它 其實沒有那麼黑 可是為什麼不知道 螢幕上面還蠻黑的 好 那接下來我們用一點 那個 這邊是那個雨傘 那我們用淡一點點的 顏色 來做一下 橘色 好 好 人 好 人 我做幾個人在走路 齁 這邊明暗的部分 好 那接下來我們用一點 擺設顏料齁 來修一下那個 有些船尾比較白的地方 有些船尾比較白的地方 用濃一點點齁 像這個白色的齁 直接畫上去 把亮鐵 拿出來 把亮鐵拿出來 好 像這個床尾的地方 像這個床尾的地方 用 白色的顏料齁 來處理它 這個也是一樣齁 好 盡量用濃一點齁 因為不然的話 那個 乾了淡了之後 還是會很 會變 有點透明的齁 好 這是那個 船上面的地方齁 這裡 好 這是那個 水不溫的地方齁 然後那個水不溫的地方齁 例如說我現在可以用一點那個 筆 稍微洗 把那個 亮的地方齁 稍微洗一下齁 例如說你如果不見的話 就再洗 把它洗出來一些 不溫的地方齁 可以用 噴一些白點上來也可以齁 好 好那接下來齁 這邊齁 這邊齁 你可以把它倒過來齁 花一點水 讓它暈下來 比較不會整個都太白齁 事實上應該是 這邊是有一些顏色啦齁 不過 螢幕看起來是很白 那我們來補一下顏色 一樣齁 大一點的波紋 大一點的波紋 往上化齁 讓它顏色往上抖一下 好 再把它用下來 好 靠近這邊齁 讓它變成白的齁 這邊 讓它消失掉 好 大致上齁 做起來的感覺跟效果就是這樣 那細節的地方 像它上面的還有一些 那個 就是房子上面有一些小東西齁 譬如說孔子啊什麼 要畫的話 你就 你要畫可以繼續處理它 譬如說 這裡有些有孔子嘛 那就把孔子畫出來 那你畫出來的時候的光影度 可以慢慢的再去做它 把它的細節度齁 再慢慢的去做 如果 你有時間的話 你不會 建議同學還是盡量做 好 然後衣服 還有衣服 還有衣服 臉 如果有一些臉是比較 往前走的人的臉 那後面就是頭髮的部分 好不好 好 大致上 做起來的效果跟感覺 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 有 有問題 有 有 有